那我王海倫這個名字 其實就是我繼父的姓 那我小時候是姓林 叫林海倫 就是跟媽媽的姓 我媽媽姓林 嗨 大家好 我是阿比林慧君 歡迎來到阿比妹妹說 這回要跟大家說什麼呢 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 聽我慢慢訴說 心裡多少少希望 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 一起走過從前 2019年 紅孩兒成軍30周年 6個人在聚首重現當年的舞台魅力 儘管年紀加重超過200歲了 仍經夜演出 但仔細看 當中的成員王海倫 和過去的模樣相比 幾乎沒有歲月的痕跡 其實我是受到刺激 我才減重 然後到回到現在的樣子 兩 三年前吧 入康熙的時候 上節目被笑說 跟以前怎麼差那麼多 屬心底 你覺得 可能會長大 他們出張25年了 25年 對 可是又 我可不可以跟她的身體 出道很久了 她不一樣 妳是不是跟妳的期望不一樣 因為她身體實在是太 太精壯了 她臉就比較好像有發酵過 我胖到82公斤 最重的時候 那因為以前大小S 他們曾經是在台下看我們表演的 那我從此被笑以後呢 我才勵志減重減肥 跑步 單槓 雙槓 我不進健身房 我就是在家的自主訓練 福利挺身仰臥起坐 靠著運動跟飲食控制 王海倫成功減重15公斤 只剩下67公斤 身形容貌 一點都不輸給20多歲的年輕小鮮肉 也難怪讓曹新平忍不住po合照說 是想氣死誰啊 不過說真的 從30幾年前的畫面來看 王海倫還真的是鑄言有數呢 當我們懷抱你的吉他都換了心血 只有四年你歌唱不完 當年王海倫17歲就跟張克帆 張若君 馬國賢 湯俊佩跟韓智傑 六個年紀相仿的大男孩 以小虎對二軍的身分出道 在流行歌壇迅速串紅 北中南還有去香港跟大陸做演唱會 雖然很辛苦 放學就要去公司 然後假日就是也是表演 那根本沒有所謂自己的時間 跟同學的時間 但是有不同的生活樂趣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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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沒有 還是不錯 還是不錯 這就是我們以前上台前的準備 那一套的衣服 結果居完這個演唱會 也沒有辦法成功 對 拆完照了 六個大男孩展現青春活力 四年發了五張專輯 還跟師兄小虎隊一塊 站上第三屆金曲獎的舞台上表演 光光接受大家掌聲 但也難逃 一指入武令的召喚 被迫解散 當兵的時候體驗到的一個覺悟 你會覺得說當兵是義務 但是後輩的新人就出來了 那你一定會老 你會可能沒有工作做 回想起陸當時 王海倫坦言心中其實很徬徨 但義務得進 陸還是得走 退伍後他單飛 從戲劇領域再出發 因為我剛好是去 想要添置新衣服 為了宣傳 然後結果呢 因為他那個房間很窄 只容得下我一個人 我站在裡面 結果剛好在換褲子的時候 因為咳嗽 彎腰的時候就肌肉拉傷 整個腰部都發炎 那時候的他 拋開過去紅排鵝的光環 從頭開始 五年後卻因為一件事情淡出演藝圈 因為其實當時我做了一個手汗線手術 那這個手術呢當時是健保局有給付的 那因為這個手術呢造成了我的很嚴重的代償性出汗 就是說因為它阻斷我上面的所有的排汗系統 轉移到身體前胸後背 當時往往一場戲拍下來 王海倫的衣服都濕透了 經常被導演要求停拍換衣服 耽誤了拍攝進度 他倍感壓力 那變成我就沒有辦法好好去表演 那情趣上就受到影響 所以當時剛好也差不多合約到期了 所以當時因為這個原因而離開蠻難過的 30歲這年王海倫退去明星光環回歸常人生活 他轉行經商從國外批發各種貨品 轉賣給大盤商 如此積極早出入的背後 卻隱藏了一段坎坷紳士的秘密 我姓 繼父的姓歲家姓王叫王海倫 那其實我媽媽再婚是我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那我從小其實沒有見過我前生的父親 從小在沒有爸爸的家庭長大 讓王海倫的心始終缺了一角 害怕觸及媽媽的傷口 他什麼都不敢問 但難免會遇到同學鄰居的好奇 都會問說奇怪為什麼都沒有見過你的父親 那當時我覺得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 我都會自己編謊話 就說我爸爸出國很少回來 回來幾天又出國 都用這種謊話去騙所有的同學 因為不知道怎麼講 那講沒爸爸又怕被人家笑 那那種心情就是 自己覺得很丟臉 這是王海倫心中最深的痛 當時他害怕丟臉 還在父親欄上幫爸爸取名字 這讓小小年紀的他感到自卑 雖然外公外婆跟媽媽給他滿滿的愛 伴他平安成長 王海倫總以為長大了 放下了也不在意了 直到41歲這一年 我的表姐就跟我提 因為她見過我爸爸 她見過我親生父親 她就說其實你應該要去尋根 找到自己的根源 那因為我從小其實我以為 我爸爸是不要我的 所以我就沒有再去找過我爸爸 表姐還告訴王海倫這件事情 我爸爸帶我媽媽20歲 我媽媽那時候十幾歲 他20歲 我媽媽20歲生我吧 等於說其實是 真的相差很懸殊 所以我的外公外婆 不希望我媽媽嫁給這個男的 我媽媽把我帶離開 然後搬家 讓我外公外婆把我帶走 然後不讓我爸爸找到我 王海倫當下才明白 原來不是爸爸拋棄她 而是有段不得已的苦衷 她也開始對親生父親 有了想像 那想跟她見個面 想知道她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長的是什麼樣子 那一直在我的腦海中 是沒有見過這個人 所以是空白的 去問我媽媽 說願不願意讓我找我的親生父 然後她 我媽媽居然說OK啊 曾窮媽媽同意之後呢 王海倫開始展開巡副計畫 那也在去年這個時候 剛好有朋友幫我找到 可是雖然找到的時候已經 不在了 已經不在這個世上了 可惜的是爸爸已經過世兩年 來不及見上一面 身為人子 王海倫還是想進點孝道 他問了爸爸骨灰放置的地方 去祭拜他 那我就走到二樓的什麼事 我想說哇塞這裡面這麼多 好耶 我要一個一個找 那我樓梯一上來 我就先走右邊的門 一進去一轉彎 一看就是我爸爸的名字 那我就覺得冥冥之中 好像他是不是等我很久 然後我這麼晚 如果我再可以找他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好一點 我也想看到爸爸排位的那一刻 王海倫忍不住落下男兒淚 四十多年來 從未見面的父子相聚 卻是在鄰谷塔 他有好多話想跟爸爸說 我 不好意思 我太晚來找你 我 不好意思 我 不好意思 我 不好意思 想說 以前誤會 以為是你不要我 結果不是這樣 但是呢 雖然我玩了點 但也希望你能保佑我們全家 也希望能 我媽媽身體健康平凡 讓我也希望 能把我帶向最好的路 但王海倫心中還是有個遺憾 連一張照片也沒有 雖然有點小缺憾 但王海倫深信 爸爸會在另外一個世界 默默守護 他是演員歌唱訓練班 在那麼早期 那他又是個演員 然後我找到他 我也有機會付出 但我也覺得說 明明之中他就有在 希望我回來吧 彷彿讓至愛的兒子 為他圓夢 現在的王海倫 懂得愛自己 也更懂得愛家人 受我外公外婆的影響蠻大的 就是我外婆很早就癌症 生病的過程 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我外公是一個 很尊敬老婆的人 我從這裡面學到 其實人生裡面的感情觀是 生命共同體 就是你到老的時候 可以牽著手 還可以牽著手一起散步 那才是最長久的愛情 家庭圓滿了 如今的王海倫 把所有心力呢 衝刺在事業上頭 也因為這件事情 讓她重拾演藝熱情 因為小燕姐的關係 她曾經是我們的經紀人 那她又對我們那麼好 看到我們重新付出 不能組在一起 也就再邀請我們上 跨年的紅白對抗 天底藏意的孤狹 到晚了 想消耗出的我 就回到我們曾經在 北中南座演唱會的時候的感覺 台下就只有你的歌迷 的那種感受 然後重新讓我自己感受到 站在舞台上的那種 忘不了的感覺 忘不了觀眾的掌聲 王海倫在46歲這一年 決定重返演藝圈 嗨大家好我是王海倫 這上面呢 就是我最新代言的看板 雖然曾經一度離開演藝圈十幾年 但王海倫堅信 只要有信心 中年逐夢永遠不嫌晚 以上是我這回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聽完故事的你喜歡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阿比喔 如果想看更多呢 歡迎你到台灣大搜索 找到阿比美美的單元 別忘了幫我按讚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阿比丁慧君 我們下回見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色的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UYOR CARE 我們開始不習慣了 不要緊要很緊要 因為我會說 分別 dre千塊 我會說 努力不要緊要 四個 كان 還有一頓 你會叫你